今天一早受到封面通过的关系 在北部就出现了明显 而且比较剧烈的降雨 还好下半天封面离开 降雨缓和了 只不过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 南部山区跟东半部 下午有些短暂震雨发生 东北风的增强 今天北部宜兰花莲温度下降 台北整天高温只有23度 但中南部高温还是超过32度 明天水气会减少 温度也会回升 只不过 在下午的时候 包括了西半部的山区跟东半部 明年午后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平地主要都是多云稻晴 北部温度回暖 中南部还是来得比较暖热 周末假期的天气又如何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来看到 今天一早主要就受到这封面通过的关系 在北部就有明显降雨发生 下半天热对流加进来 南部山区跟东半部 有一些短暂震雨出现 而现在来看 在华南这里呢 好像有些云城在接近台湾 还好这些云城本身影响不是很大 水气不是太多 只是会造成明天来看 各地的云量会比较多一些些 但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多云偶尔见到阳光 只不过到下午的时候还是要留意 因为还是会有些热对流发展 所以明天下午在西半部的山区 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局部降雨的机会 所以明天下午如果到山区活动稍微留意一下 平地降雨几率相对就不是很高了 接下来等到后天也就是礼拜六 接着礼拜天周末假期 台湾附近吹的是一个偏南风到西南风 相对水气是少的 也因此呢 在这个周末 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来得比较晴朗稳定 阳光都会露脸 顶多走山区午后有些零星的降雨 只是如果要安排出游 记得要防晒要喝水 下个礼拜一年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呢 北边有一道封面开始慢慢接近 会造成在北台湾有些局部短暂雨 但雨还不会太多 主要是等到下个礼拜二 这道封面开始通过台湾上空 全台各地在下礼拜二 降雨都会比较明显增加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 今天封面过了 后头高压带来一些东北风 造成今天在北台湾 温度就有所下降转凉 中部南部影响比较小 但提醒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在低温部分 北台湾 因为受到这东北风影响 所以感受上会比较偏凉 包括了北部 一直到宜兰花莲 低温走20到21度左右 适时的添加一物 中部南部跟东南部 在低温部分呢 今天晚上大约23到25度 相对比较舒适一些些 等到明天白天开始呢 随着东北风减弱 北台湾温度要回升了 高温部分 北部明天可以回到28到29度 中南部的高温30到32度 至于在东半部的高温 在26到27度上下 接下来等到礼拜六 礼拜天 温度还会更高 更暖热一些 6日全台各地高温 都会超过30度哦 尤其中南部局部高温 上看34到35度了 所以最后呢 这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教提醒大家 提醒您 在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北部到宜兰花莲 温度有些凉异 中南部还是暖热的 明年山区 还有东半部 午后可能有些局部降雨 周末假期天气相对稳定 温度比较高 但提醒您 水清吃紧 记得要节约用水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我们提到呢 明天来看 北部地区呢 温度会有所回升 但今天晚上 明天清晨还是比较偏凉 云量偏多 下午再近山区 可能有一些 零星降雨会出现 平地主要是多云 偶尔可以见到阳光 基隆台北新北 高温28到29度 新竹苗栗高温27度 低温在21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 同样明天呢 也是多云 偶尔见到阳光 山区午后 有些局部降雨 台中24到29度 彰化24到28度 南投23到29度 云林23到29度 嘉义也是23到29度 而南部地区呢 同样明天呢 平地多云 偶尔见到阳光 庆山区午后 局部降雨 台南26到30度 高雄26到32度 屏东25到33度 而东半部地区来看 明天流逸的 同样也是午后的 局部降雨会出现 另外在温度呢 宜兰花莲稍微回升一些 但是今天晚上 明天清晨有些凉 宜兰20到26度 花莲21到26度 台东23到27度 外岛地区 云量天多 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 或雨不多的 澎湖高温28度 未来天气 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我们提到明天 各地多云 下午在西半部山区 东半部局部降雨出现 礼拜六 礼拜天 各地天气晴朗稳定 温度也会比较偏高 下礼拜一北 台湾有些局部降雨 但下礼拜二 封面才会再度影响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更林 不要天气